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得私下买卖家富士老银行 70年代末 一同事业买了一枚戒子被除名 为的就是要有被接受的货币 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用人为的低汇率形成的廉价 用信任百倍的努力 迅速击聚了海量美元 这是因为美元的统治地位 中国在此间承受了昌额的剥削 80年代末 我又到了银行工作 黄金市场开放了 国民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国不缺外汇了 再也用不着把真金白银送出国门了 现在我们大中国 用稳定国家政治 充足的财力 共同发展的理念 强大的军力做保证 将人民币推上了世界货币的舞台 从此 中国在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了 1979年中国经济站起来启动了 2019年将是 我国金融站起来了 可笑 一些人 不学无术 外加膝盖缺带 还在保折美元当祖宗 忘了我们中国的人民币 几是国际货币组成 几被很多国家当作储备货币的事实 根本不懂 从另一方面说 人民币也是外汇 因它它已经具备国际支付和储备功能 既然如此 我们中国还为什么要继续增持美元美债 因为美国没有什么更多能卖给中国的原因令数 所以 形成了巨额顺差 也就是说拿了我们中国的火 打了一个名叫美元的